王浩大哥 事實上解放軍報 直接回應南海的 這一個美國戰略的調整 那他的主要的核心 直接嗆聲說 解放軍隨時準備打仗 那今天更鮮明的是 蓬佩奧以國務院的身份 公開聲明 而且他的聲明直接定調 中國在南海的主張 一切都完全非法 我想先講一下美國的立場 實際上我們要稍微 從長遠一點的歷史來看 實際上美國對於南海 和南海諸島主權歸屬的立場 過去幾十年來 沒有本質上的變化 這個問題 你要從開羅會議來看 因為實際上在開羅會議上 蔣介石和羅斯福總統 和邱杰首相 並沒有就南海歸屬 南海諸島的主權歸隨 這個問題做談判 和討論 這個現在的記錄 完全看不到這方面的討論 但是開羅訓言裡面有一句話 就是這三個國家 英國 美國和中華民國 要求這個戰後要剝奪 日本在太平洋上占領的島嶼 那一般認為南海是太平洋的一部分 所以可能日本佔領的太平洋島嶼也包括當時日本佔領的南海諸島 日本實際上是有佔領了南海諸島的 那二次大戰以後最重要的對日本的法律文件就是舊金山合約 而且舊金山合約裡面有明確的一段話 就是日本放棄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 但是這個話是跟這個當時這個舊金山合約 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主權 它是並列的 所以就是說無論是看開羅宣言也好 還是舊金山合約也好 第一 美國英國對於南沙豬島的主權和台灣澎湖的主權 是把它當作兩件並列的事情處理的 不是統一件事情 是分開的 第二 日本只是放棄它對這些地方的主權 但是這個主權歸誰並沒有所 也就是說這一點在開羅宣言裡面特別明顯 因為開羅宣言裡面是明確說 台灣澎湖歸中華民國 但是日本在太平洋島上的其他島嶼 日本必須放棄 但是歸誰是沒有說的 那舊金山合約 日本也是說我放棄南沙群島西沙群島的主權 但是歸誰也沒說 所以從美國英國的立場來說 南沙豬島本質上是無主的島 主權是不確定的 是未定的 沒有說歸誰 那事實上自從舊金山合約到現在這麼多年 南沙豬島的主權 各個相關國家包括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越南 菲律賓 甚至馬來亞 印尼 文萊都有爭議 那麼每個國家都佔領了一些不同的地方 所以對於這些島有不同的人佔了不同的地方 根據實際有效控制所確認的主權的話 大家只是根據聯合國的海洋法公約來講 這個是你實際有效控制 你真的是佔了這個地方了 你說是你的 你實際有效控制 那你不能用武力的行為來解決主權爭議 所以2016年的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所做的這個菲律賓跟中國的南海爭議的仲裁 他這個仲裁的結論裡面 實際上並沒有對南海諸島主權歸誰做出判斷 他說這個問題不是我這個仲裁法庭要解決的 我沒法做判斷 但是他確立了幾個原則 第一 你不能夠你根據所謂歷史的 所謂什麼十一段線或者九段線 什麼從漢朝 明朝 清朝開始的 所謂歷史的中國漁民跟這個南海的交往 來宣傳主張主權 這個是不能接受的 這個也不符合聯合國海洋法的這個 1982年通過的海洋法的精神 第二呢 這個仲裁法庭認為南海諸島本質上都是礁 不是島 OK 所以你不能根據這些礁的沿線 來宣稱這個 主權和特別經濟區 特別是不能夠宣稱200海里經濟區 你可以根據 譬如說菲律賓 台灣 或者越南沿線的大陸沿線 宣稱200海里經濟區 但是你不能夠根據南海中間那些小島 來劃線說我200海里通通歸我 他說因為它那個不是島 它認為它們是礁 礁就沒有這個經濟區的這個權利 好 那第三一個就是說 你這個一定要保障所有的國家在南海有自由航行權 這個是一個自由海 它不接受任何國家的內海 那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它認為南海是中國的內海 南海通通歸中國 不光是上面所有的島 而且這個周邊所有的這個海域都歸中國 它就是是中國的內海 那當然美國今天的這個國務院的這個聲明 就是反對的是中國這個主張 就是第一你這個美國並沒有具體的說 南海的上面哪一個島是該歸誰 美國對這個問題是沒有立場的 美國認為這些島是從開羅宣言到這個對日合約 本質上認為這些島是無阻的 好 你們誰站了 這是你們站 你們站了以後你說是你的 並不等於我就同意是你的 這個因為你站了 你說是你的 可是另外還有三個國家也說是它的 對吧 反正你們去爭論 但是美國的前提條件就是 第一你這些爭論必須通過和平方式談判解決 第二不能影響到我們其他國家這個自由航行通過南海 那麼如果你中國要通過軍事手段 在島上建飛機場 在島上建各種各樣的軍事手段 來強烈深所說 所有這些地方都是中國內海的 所有這些島都是歸中國的 那這一點美國是堅決不同意的 好那美國的不同意可能帶來什麼政治跟軍事的變化 那理論上當然就是說如果中國解放軍出動說要阻擋美國和他的盟國在南海地區的自由航行權 說這是我的內海你不能隨便過來 就像渤海是中國內海沒有人有意見 那美國軍艦不可以隨便開到渤海裡面對吧 那如果中國說南海也是我的內海你像渤海一樣你不能隨便過來的話 那當然美國就要跟他打了啦 好我們稍後回來 請到齊了